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下半期是1月22号进行的一盘往期 由黑方深圳去对战白方,翻天鱼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走了新小木之后 分别各自挂角 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定式 然后白棋大跳,这里关系到模样的校长 黑棋就跟着围 白棋左边打入 这里黑棋想要做活的话,突然就搬,是常用的手段 实战的黑棋想把这个局面给搅乱 所以说就先往上逼住 开始反攻白棋右上 这里白棋因为是大跳 所以说担心黑棋靠段,马上小尖补一手联络 并且有了这手棋,右边的靠段就比较严厉了 因为黑棋脚伤现在变得非常的薄 所以说AI认为黑棋最好是二路搬毡 把这个交换掉 先把脚伤为扎实 然后双方可以各自阻度 黑棋打出玩舟虎一个 这个棋型来说的话,也不怕白棋去挖玩舟断打 因为黑棋可以沾 白棋连回棋筋,黑棋连续打吃虎一个做活 那黑棋在这儿火出来一块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于白棋左上角以后也会有一通搜刮 实战黑棋还是想选择比较大局的下法 往这里照住 希望白棋就这样老老实实的爬回 黑棋外面走后 不过这个是黑棋的一厢情愿 白棋直接往右边靠下来动手了 黑棋既然刚才没有选择补脚的话 现在更不可能去补 现在因为想补脚 那首先右边这个病要走到 白棋联络,右边已经被打穿了 以后还可以夹攻黑棋 黑棋再往上二路搬毡 脚上是围扎实了 但是上面这里的根据地又被白棋给破坏 所以说黑棋以两边都亏的一个代价 去围剿的话确实不太愿意 实战黑棋搬白棋夹下来 这个地方黑棋还是不能要脚 如果说冲完之后立下去 那白棋肯定是往外面挡住 打吃又把边上打穿了 这颗子也被碰伤 黑棋因为这个脚上二路露着风 所以说连上面这个根据地都坐不完整 比如说TH那白棋立 马上了点33 黑棋挡住 白棋再往前一顶 外面可以靠出 二路可以搬过 那这样一下黑棋还是不太好 所以说实战黑棋选择二路搬 白棋断打完之后贴住 利用一个弃子 紧住黑棋的弃 再往脚上去冲 这里白棋的手段还是非常的巧妙 那接下来的话 其实黑棋最好的选择是往二路爬 爬完之后呢 还有一个小节的秒数 因为接下来上面有个二路虎锅 白棋挤一个黑棋还可以粘在这 立下去的话 黑棋就贴住 这里白棋如果说冲下去 那黑棋粘的话外面有个斑断 脚上还有断脸 白棋粘上 黑棋直接可以把这三颗子给斑死 这样收气白棋气不够 二路拖的话直接就被挖死 那白棋要是断的话呢 黑棋先手打持 这样连脚带边全部围住 虽然说被白棋搜刮了一点 但是呢 还是在黑棋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之内 这样黑棋还行 实战黑棋虎一个 然后打吃 那白棋粘上 黑棋只能扩大眼位 在里面苦活 白棋一路打先手足度 接下来就看白棋先去攻击哪边的黑棋 脚上的黑棋也没有活干净 外面这一串黑棋也没有联络完整 所以说白棋有一个比较狠的下法 就是靠出 靠完肉长 黑棋脚上去做活 白棋就长一个 这样的话 黑棋粘上 虽然说白棋外面断 黑棋可能暂时不用担心啊 因为上面白棋也有断点 但是呢 白棋就可以选择杀脚了 这里点完之后 一路斑 再断打形成一个截阵 这个截对于白棋来说压力并不大 反而是黑棋上面 这一堆残子留给白棋的截才是比较多的 那脚上有危险 所以说这个棋白棋靠出 现在非常的严厉 实战白棋打持 那黑棋脚上也就不补了 直接往上面贴住 还是想补住这一块 白棋提掉 假一个 这样黑棋 现在来看局部是死棋 因为黑棋如果说斑 阻度的话 那白棋可以断打 当黑棋提截的时候 白棋可以再往一路去铺截 黑棋提截 白棋再提左边的这个截 就变成一个连环截 那黑棋还是死掉 不过如果说啊 以后这个地方 外面黑棋可以把白棋封锁的话 那黑棋有这个 站完之后 往上一路立 最好是边上有这个借用 里面还有些味道 我们稍后从这个 实战就能看出来 实战黑棋三路拖 白棋搬 黑棋反搬 还是先在左上做活 白棋连搬 黑棋沾上 然后白棋再沾 这个地方黑棋唬出来 白棋跳出 黑棋夸出头 顶住 这个地方呢 白棋如果说就 打迟的话是 其实是交换不到这一下的 因为黑棋可以上面反打 沾上先手 但白棋往上路小间 补掉冲断的时候 黑棋顺势一场 这样的话 白棋再搬 虽然说白棋上面的这个边控拿到手 但是黑棋已经全部连成一片了 白棋左边这里拔一朵花 以后还要再被黑棋继续攻击 所以说白棋是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转换的 先虎一个把自己捕后 黑棋挺头 白棋往上方顶住 搜根 这里刚才我们讲到 顶到这一下的话 黑棋立下去 白棋可以靠出 黑棋现在暂时处理不了 那怎么办 黑棋就脱签 把白棋左边这颗子照进来 白棋再往前压 这个地方非常的想去虎一个 这个是棋形 但是越让白棋往中间这一带去封锁的话 上面的黑棋被白棋杀的可能性越大 所以说黑棋也就在这个地方稳了一手 飞一个出头 那左边呢 这里没有虎到这一下 还是变薄了 白棋直接点进来掏空 点完之后 白棋再长 走到这一下还是非常的爽 黑棋沾上白棋 然后再往路小间 这个也是对付这个 立二拆三常用的一个招数 那黑棋现在拿这两颗子 也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说先去脚上搬祖渡的话 白棋虎一个 贴出去 黑棋打吃先手 外面这个地方还有断点 而且气非常的紧 黑棋长出来 白棋就贴出去 这样白棋已经出头了 回过头来还可以往脚上虎下来 这样随时白棋往路打拔的话 这里有一个后门可以联络 外面又可以飞出 白棋还可以反攻左下角的黑棋 这样白棋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说黑棋也只能忍耐了 就选择立下去 唯控 白棋搬过 这里目数便宜 接下来黑棋往上刺一个先手 然后立 还是想在这里做活 白棋继续在里面折腾 靠出 黑棋如果说压过来的话 白棋这个挖站之后 黑棋有各种锻炼 站外面被白棋断 那这个地方黑棋已经连不回去了 被白棋吃痛 外面这里的段还得在后手补齐 并且黑棋还是非常的薄 所以说实战 黑棋选择沾 白棋二路斑 这里倒是也有其他的下法 也容易想到Z手冲 冲的话呢 黑棋冲过来 把这两颗子一吃 白棋上面破眼的话 黑棋局部只有一只眼 但是外面现在白棋封不住 因为黑棋连续冲出来的话 白棋搬黑棋断 上面这四颗子弃紧 出头的话 黑棋从右边这里 直接打吃出来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想强杀黑棋的话 现在不太好杀 实战白棋二路搬 黑棋如果说反搬的话呢 白棋可以双一个 这样的话呢 沾上 黑棋冲完之后 要防止白棋这里挤断 黑棋团住的话 白棋二路夹一个 渡过 这样也给黑棋留下来 两个断点 黑棋 补右边的话 以后这个断 这个尾巴要掉 所以说黑棋也就算了 上面随便白棋 怎么去秀这个手段 黑棋就保证外面的安全 冲回去 白棋尝一个 这样白棋通搜刮 木树肯定是便宜的 那现在轮到黑棋 扩张右边的模样 黑棋底下飞压过来 白棋跳出 黑棋再往右上罩住 一边封锁白棋 一边扩张右边 那白棋呢 往底下贴住 这里关系到模样的消长 黑棋继续往中间 小尖补一手 这手小尖的话 是为了看住白棋 彻底的让白棋 这里各种冲都冲不出来 那白棋先不管 反正右上白棋也不着急 继续往底下跳一个 这样黑棋右边再围 也会围得比较扁 白棋底下的模样 更加立体了 那黑棋既然在中间选择 连续花了两手棋 把白棋右上封锁 肯定要发动这里的手段 所以说黑棋沾上 然后扑完周立下去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黑棋如果说外面 多了这个二路利的子 就是右上 一路可以铺结 然后边上黑棋往一路搬 白棋打黑棋断打之后 也有一个打结果 所以说这里就已经出棋了 不过白棋也不亏 因为虽然说这里存在一个结针 但是白棋在底下 已经连续走了两手 这里的模样还是非常庞大的 接下来的话 这个棋其实白棋是比较优势的 不过下一手降了一些胜率 实战白棋是选择小跳 肯定是想一边 大持黑棋这两颗子一边扩张 AI的一选呢 是白棋大跳 这个地方不得不说 AI还是非常的严格 就是差了一路 但是这个胜率却差了很多 我们来看 AI的这个大跳 到底比这个小跳 好在哪呢 大跳的话 黑棋可以把这两颗子 飞回 然后白棋再飞个 等于说放黑棋条深路 把左边联络 白棋的重心是在 围底下的这个模样上面 所以说 这个是AI的思路 那实战白棋的思路呢 是又要去吃这两颗子 又要扩张 这个显然是走得太撑了 黑棋之后冲断 下一手棋 白棋从这儿打吃 看上去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呢 又降了不少的胜率 AI在这个地方的一选 是长一个 黑棋贴住 白棋再长 黑棋再贴住的时候 白棋就搬头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说再长的话 黑棋再贴住 白棋呢 并没有紧住黑棋的气 虽然说左边这颗子 有机会可以拽出来逃跑 但是 边上这个地方啊 就要被黑棋给吃通了 黑棋猴的话 白棋如果说沾呢 被黑棋冲下去 这个地方要出棋 白棋站的话 黑棋吃通 那黑棋损失边上的空 但是白棋底下的模样 也被黑棋给打消 这样的话 白棋不太满意 所以说 AI推荐白棋 这里长出来之后呢 是扳头 要紧弃的 黑棋扳 白棋沾上 这样的话 黑棋左边 再让喉 白棋沾的话 还要担心 被白棋以后搬出来 所以说 黑棋要打吃 自己去 补掉这里的联络 当白棋站的时候 黑棋跳放 AI的建议是 白棋这样下 胜率还算是比较高 但是 确实这个地方 很难掌握 如果说 就走成AI的 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棋也不太好杀 搬的话 黑棋 敞一个 那白棋总不能 是这样去刺 这样刺的话 黑棋就算拐出去 白棋也不能保证 就一定能杀得掉黑棋 杀不了的话 这个棋 白棋很有可能会落空 所以说 这个 只能讲 AI在这个地方 太严格了 白棋实战拳下的 这个思路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先打吃 然后底下去 唯恐 那这个地方 白棋就不要想着 左边再去 钻出来了 不然的话 首先左下角 被黑棋这里断 打持一同搜刮 先把这几颗子拽回来 然后上面再打持 白棋冲 黑棋中间拐住 这里白棋 就算能够掏空的话 多出来一块枯齐 底下的空 自然的就被黑棋给削掉 并且黑棋中间 越走越厚 所以说 这个地方再跑左边 这颗子不划算 实战白棋是贴住 黑棋断打 完之后扳头 白棋断打 然后猴回来 黑棋先往脚上断 这里白棋如果说 打持的话呢 黑棋反打完之后 立下去 要反杀白棋四颗子 所以说白棋沾 然后黑棋再往右边挖 这个地方 黑棋下的非常的强势 这个挖的话呢 很显然自己的这个 断点也存在 就看白棋往哪边打了 如果说想各自 补后 去违控的话 那白棋肯定是 往左边打 这样的话 黑棋肯定是 比这个长 跟白棋沾上交换 要便宜很多 因为 这样呢 白棋更厚了 先挖一个 如果说白棋往这儿打 黑棋沾的话 白棋沾在外面 白棋实战没有这样下 可能是考虑到 黑棋以后 左边长啊 白棋在底下 不太好补 这个左下角 棋型的话 因为黑棋有这个刺的手段 所以说白棋补的最扎实 可能还是得虎在这 这样底下这个缺口 还是没有完全包扎住 白棋围的可能并不大 所以说实战白棋也拼了 直接往右边断打完之后 打吃 把黑棋给端开 接下来的话 这个棋就非常的体现出 这个功力了 AI的下一手啊 是让黑棋往右上这里贴住 这个棋确实现在看来 感觉非常的缓 已经往中间补了一手了 然后这个白棋两边都冲不出来 为什么还要再贴住去补齐呢 总感觉非常的重复 但是我们来看后续的这个进程 就知道 AI是多么的高瞻远瞩 首先实战黑棋这个扑啊 遭到了AI的差评 觉得这个过于的心急 白棋提节 黑棋往下方贴住 然后白棋冷静的单瞻 这个地方不要去虎 虎的话刺一下味道太差 这里白棋外面打吃补齐 黑棋再冲 这个挡住的话脚上还有打吃截不贵 这个地方白棋就很容易出棋 所以说实战白棋单瞻 黑棋再提节 之后白棋往中间这里冲 冲的话黑棋现在消解 还是杀不了白棋大龙 消掉的话白棋跳出 首先这个挖瞻没有用 挖不断 封锁的话呢 白棋上面瞻先手 并一个是出头的好棋 这样的话黑棋挡住 白棋可以直接靠断 黑棋拦不住 黑棋变一个的话呢 白棋冲完之后 斑断的话 这里还有断打 上面打吃 也会突围 所以说这个地方 黑棋只有跟人 白棋来提节 黑棋左下角打吃提节 然后白棋上面挖一个 下一手棋啊 黑棋降了非常多多胜率 可以说是黑棋的一个败状 接下来黑棋应该选择 往右边去打 首先右边打 把白棋全部吃进来的话 这个木树也便宜啊 并且已经把白棋的眼 给破掉了 白棋提节的话 黑棋底下打吃找节才 再提过来 白棋外面沾 其实这个节才 对于白棋来讲 都比较损 黑棋又打 白棋提 黑棋可以再提上面的 这个节 其实这样提 这个白棋的这个节 打起来是非常的头疼的 因为首先脚上有个节 白棋如果说消节的话 黑棋提 白棋就算沾上 然后呢 黑棋还可以往上面 这里扳完之后 断打再开这个节 这个节白棋只有拼了 如果说能打过这个 黑棋的话呢 白棋火了 但是其他地方 肯定要遭受到损失 如果说这个节 白棋节才不够 只能提这个去收器的话 那黑棋往上去提 这个棋白棋就死了 因为上面这个地方 白棋如果沾节的话 黑棋就沾上 这个白棋再提 黑棋刚好可以连回去 白棋死掉 先提上面这个节的话 黑棋就提这个节 等于说这个里面 还是形成一个连环节 那白棋还是死掉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无论如何 应该这个 打持在右边啊 实战黑棋打持在左边 白棋提节 然后黑棋往底下断打完之后 再提白棋沾上 那白棋这里的眼位又变好了 并且这一沾之后啊 给黑棋中间留下来一个断点 这个断点 其实从后续来看 也是非常致命的 所以说只是打持的方向 存在一个 这个差别 就导致黑棋 接下来 可以说寸步难行 那这个棋 黑棋能不能去 点过来破眼呢 如果说点破眼的话呢 白棋还是提节 这个节仍然要继续 黑棋找结材 提过来 白棋中间这里打持再提 那黑棋提节的话 白棋可以直接往下立 这样的话 直接拼右上角的 这个节针就可以了 像白棋旁边这里 压过来 这个本身节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说继续打这个节的话呢 白棋已经不怕了 包括外面这种冲啊 都是本身节 所以说实战黑棋 又把这个节给消掉了 反正打不过 那就直接消 白棋往外冲 冲的话 黑棋虎一个 这里也不要想去杀棋了 杀棋的话 杀不了 白棋随便盛一个 冲出来 黑棋长 白棋中间断打完之后 贴住先手再冲 这里黑棋已经绊不断了 中间黑棋这块 还要被白棋反过来包围 所以说其实走到这的话呢 黑棋就已经放弃屠龙了 虎一个 白棋外面断打完之后 两眼作火 那这个棋啊 其实之前在这个黑棋 右上打持的方向 出现错误之后 白棋的胜率就已经来到了90几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黑棋控又不领先 然后底下这里还有一块非常薄的棋 要处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这个控少奇幽宝 那确实黑棋很难下 接下来黑棋往底下拐住 白棋上面压 黑棋长 这个黑棋上面肯定是火棋的 因为白棋如果说再压过来 黑棋粘上上面有一个断打 白棋粘 黑棋提掉两眼火棋 实战白棋往底下长 要开始在这里动手了 黑棋也是因为控不够啊 所以说 并不管这一块 先往右边跳一个围控 白棋跳出分段 黑棋再把这几颗子直接联络 白棋先做一下准备活动 往左边滚打 黑棋提 白棋再打持 其实这个地方 AI看到这个白棋准备动手了 都觉得心惊胆战了 觉得黑棋左边这三颗子 甚至于都不能去沾了 赶紧在底下去飞一个 做根据地 白棋如果说拆过来搜根的话 黑棋就往中间这一带逃跑 总归是可以跑出来的 左边三颗子被提 那就被提掉 也没有办法 实战黑棋走得太沉了 哪边的空都想要 沾上 那白棋右边 再做一下准备 这样的话 彻底让黑棋 没有办法以后冲断 然后跳一个封锁 黑棋靠出 白棋半完之后 直接往底下冲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散架了 这里拐住的话 也是不行的 被白棋一断 那底下要长气 中间被白棋 打持过来之后 要冲淡了 所以说黑棋 已经这个棋 招法非常的凌乱了 往底下飞 白棋就搬进去 白棋现在一边破眼 一边这个木树也在不断的增长 黑棋反搬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白棋能不能去断打 这样破眼 看上去更加的严厉 如果这样断打的话 黑棋搬 白棋底下打持 提掉 黑棋再断 白棋贴住 黑棋双一个 这样的话 白棋为了防止黑棋中间 打持穿出来 要补一手 黑棋可以贴下去 把这两颗子一吃 那黑棋也能活 所以说实战呢 白棋就走的简单一点 从上面打 打持完之后 冲断 黑棋底下跳一个 白棋顶完之后 二路小尖 黑棋挡住 白棋再往左边小尖 黑棋肩顶 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白棋完全就可以 现在去动手杀棋了 AI有个推荐 就是白棋直接点 点完之后 再把外面这个眼给冲掉 黑棋 闯一个白棋不要沾 沾的话被黑棋 这里团柱要作影 白棋可以沾上 强杀 黑棋外面冲断 白棋再沾 右边这个地方 黑棋还不能不管 如果说走在这个脚上的话 右边白棋搬一搬 又有断打 上面中间又有打持 要把黑棋吃通 但黑棋贴住 中间补齐的时候 白棋再往脚上去做活 那白棋一活 黑棋底下大龙 自然就死掉 实战呢 白棋下的还有点心思手软 往上面冲一个 然后沾上 想先把这里便宜掉 那这个棋如果说 黑棋再往中间跟着硬的话 那随时白棋底下补一道 黑棋大龙就死 而且我们来看看 这个黑棋中间到底能不能跑得掉 比如说黑棋拐出来 飞寻求联络 白棋冲完之后 小尖连回 黑棋贴住 白棋就搬过 这个地方黑棋已经很难补了 打持的话就不用说了 这个直接被断 站上的话呢 白棋可以顶住 黑棋要挡住的话 白棋再冲断 黑棋站的话呢 左边这颗紫被白棋 先手拽回来 黑棋还要再补齐 那这个时候 黑棋的空就差了更多 所以说中间这里 黑棋拐住也是不太行的 如果说跳加呢 加不住 白棋冲完之后 断打 打持再冲回 这个也没有什么难度 黑棋还是要被断开 不过因为底下这里 黑棋还不活 所以说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毕竟黑棋右上这里 有一个一路搬 还是有个打结果 所以说既然白棋 心慈手软的话 黑棋就赶快把下方这里 做出来之后手眼 两眼活棋 白棋再打持 之后黑棋先往右上扳 白棋打 这个地方本来以为 黑棋要去断打 直接开结 利用中间的这个 结材 然后再跟白棋拼 不过这个地方 让黑棋非常的绝 绝望的地方就在于 就算这个开结的话 白棋 比如说找右下这种 靠三三的结材 黑棋都必须要跟着力 如果说黑棋把上面这个结一销 右下角让白棋这个目处再便宜的话 那黑棋全盘的控制肯定不够的 所以说这个结就相当于黑棋 接下来每一每结材的话 都必须要跟着力 这个就非常痛苦了 那白棋的结材随便找 黑棋这个结就打不过了 所以说这个直接开结呢 黑棋也不太行 实战黑棋垂死挣扎 往中间靠一个 白棋小飞联络 黑棋再冲 最终走到白棋冲断的时候 黑棋人数 因为这个棋没有办法 黑棋冲的话 白棋双一个 先联络 黑棋沾上补断 白棋就冲 黑棋再搬 白棋断 那这个地方 黑棋还是只能回过头去跟白棋 拼右上的这个打结果 那白棋刚才我们讲的 比如说右下靠三三 各种结材全部找起来 黑棋最终还是要被白棋打爆 那黑棋如果说中间去补呢 贪控的话那更不行了 被白棋先手打吃 再往上一沾 那这个大龙连打结果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进死 所以说这样下黑棋肯定是不行了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范婷玉的这个发挥是非常的完美 在有两个比较明显降胜率的地方 刚才我们在左边这里也分析过 AI虽然说给白棋降了胜率 但是AI的这个思路确实很难掌握 这个也不怪白棋 基本上其他地方的这个胜率波动 白棋就不是很明显了 没有非常大的这个失误 那黑棋对于右上角的这个处理的话 是非常有问题的 首先这个铺结过于的心急 因为黑棋的结材也不是很够 然后黑棋最终的败招 就是在右上白棋挖一个的时候 黑棋没有在里面去断打 一边破眼一边受控 然后再去拼这个结 从外面断打 让白棋沾上 又要在里面两眼做活 又给黑棋中间留下来断点 然后我们可以从后续的进程看到 中间的这个断点 可以说给黑棋也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好 那这款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